这两盆碰碰箱已经缓了很久了 现在就把它拿出去正常养护 我就把它们放在这个多漏区养 这个地方每天可以晒四到五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对于这个碰碰箱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非常的好养 耐晒又耐晕 也就是说这个全日照的情况下 它也能长得很好 这个晒不到太阳的地方 它也能长得很好 只不过这个摆放的地方通风一定要好 否则它是非常容易长这个借客虫 还有就是这个土的透气性要好 如果水太多的话又不通风 它也是很容易黑服的 另外这个碰碰箱它不是很耐寒 零度以上才能安全过冬 在我这里的话冬天在室外过冬没有问题 如果是北方的话冬天一定要搬到室内去呀 这一天就会有什么事 这一天就会有什么事